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白俄罗斯大量挖走美女 而不得不把这些美女们当战略资源来禁止出口 因此政府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应对策略 只能靠人口自然增长来求稳定了 面临同样境遇的还有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二战过后 俄罗斯男女比例就失调了 女性比男性数量仅在2009年时 便多出了1000万 并且一直在恶化 到了一些地区 甚至出现了五个女孩追求一个男孩的窘境 也有一些中国小伙子向他们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解决了单身问题 最后说一下乌克兰 作为世界十大美女之都 这里的美女拥有典型东欧美女血统的所有优势 然而同样面临着女多男少的问题 甚至有美女举牌子游行示威 要求政府出面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近年来随着我国有为青年 迎娶乌克兰美女新闻的层出不穷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乌克兰美女的产能过剩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